第1461章晋升天王 哈哈哈哈 终于得到真神级材料了 当抓住真神级材料的那一刻 夜星辰满脸激动之色 眼中透着兴奋的光芒 这一天 他等很久了 一直被困在天君境界 他早就有些不耐烦了 看着那些朋友们都踏入天王境界 就连后来的五毛鸡都晋升到了天王境界 他心中早已经迫不及待了 更糟糕的是 他现在接触的都是元帅 大元帅 甚至是半圣 还有妖魔圣人 而他 仅仅是一个天君 这太尴尬了 不过 现在他终于可以踏入天王境界了 而且以他的雄厚的底蕴积累 足以冲到大天王境界 站住 身后传来血衣神教半圣的怒吼 另外三位半圣也追来了 夜星辰冷冷扫了他们一眼 再度丢过去一个虚幻世界 便转身离开了 在虚幻世界的拖延之下 这四位半圣根本追不上夜星辰 反而被夜星辰越甩越远 这个底牌被夜星辰流到现在才用 终于发挥出了重要的作用 可恶 这家伙什么时候学会了这么强大的幻境 决一神教的半圣看着夜星辰消失在远处 顿时气急败坏地怒吼道 虚幻世界虽然对他们无法造成威胁 但却严重拖延了他们的速度 让他们根本追不上夜星辰 决一神教的道兄 难道你没有感受这个幻境的强大吗 一位来自赤冤神教的半圣面色凝重道 如果他趁着我们陷入幻境的时候攻击我们 那个时候我们能够发挥出多少战力迎敌 此言一出 其他三位半圣都是脸色一变 之前他们被陷入幻境之中 可是并没有外部的威胁 所以他们能够轻松破除幻境 但是 如果夜星辰趁机攻击他们 那个时候他们能够发挥出多少战力 一边要抵挡强大的幻境影响 一边要面对夜星辰这位半圣的攻击 即使是那些巅峰半圣 都要手忙脚乱巴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即便四人联手 也杀不了他 除非是两位巅峰半圣出手 才有可能将他斩杀 来自印天神教的半圣神声道 决一神教的半圣文言脸色一沉 如果是这样的话 他即便和他那位巅峰半圣 即便的师兄联手 也无法将夜星辰斩杀 那该如何报仇 诸位 我先走了 暗殿的半圣说了一句 就引入了黑暗之中 这家伙肯定去抢夺那些神尾碎片了 其他三个半圣一愣 随即才反应过来 纷纷暗骂一声 也朝着各自师门师兄所在的方向飞去 想要助他们一臂之力 而此时 夜星辰则在遗迹之中到处搜索 寻找着闭关之地 他需要一点时间来练化这件真神级材料 将之融入他的武行圣剑之中 提升武行圣剑的品质 使其进化成王兵 届时 他的修为也会迈入天王境界 一 那是 真神级阵法 忽然 飞在高空中的夜星辰瞳孔一缩 满脸震惊之色 因为他在不远处的下方 看到了一座巨大的阵法 这阵法虽然残破不堪 但却散发着远超圣人级的阵法波动 以夜星辰现在的阵法修为 自然一下子就认出这是一座残破的真神级阵法 好机会 正好研究这座阵法 顺便借助这座阵法闭关 晋升天王境界 夜星辰眼睛一亮 当即朝着这座残破的真神级阵法飞去 在他看来 这座真神级阵法即便残破不堪 那也是真神级的阵法 威力之强 绝对可以威胁到半圣级别的强者 在这里闭关 自然更加安全一些 刷 夜星辰降落在这座阵法面前 心灵力量探索而去 仔细观察着这座真神级阵法 尝试破解 阵法之中 灰蒙蒙的什么都看不到 不过夜星辰却通过周围的布置 以及那些残破地方露出的阵法基础 得知了不少情况 也幸好这座阵法残破不堪 再加上老旧 能量消耗严重 威力大减 他才有机会探索一番 不然借给他三个胆子 也不敢进入真神级阵法 仔细研究了一番 夜星辰开始踏入其中 慢慢挺进 在此期间 夜星辰开始逐渐熟悉这座真神级阵法 这让他的阵法修为急速提高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了 终于皇天不负有心人 夜星辰顺利地进入了阵法之中 接下来便是炼化这件真神级材料了 夜星辰目光一闪 拿出那件真神级材料 展现出混沌神火 开始炼化这件真神级材料 融入他的五行圣剑之中 五行圣剑本来就用五种顶级圣兵材料打造而成 基础非常雄温 足以承受住真神级材料的融入 而夜星辰的混沌神火又是最顶级的火焰 炼化真神级材料的速度非常快 那被炼化的真神级材料变成液体 缓缓融入五行圣剑之中 五行圣剑顿时发生了剧烈的反应 他上面像四度了一层紫金色光膜 璀璨的紫色席卷开来 充斥整个真法之内 轰 一股恐怖的剑翼顿时就爆发了 轻生的五行圣剑看起来威力很强大 仅仅放在那里 就令得虚空碎裂 夜星辰露出一脸的激动之色 这一刻 他感觉自己的胸围在急速暴涨 从原本的大天军境界 很快就迈入了小天王境界 然后朝着大天军前进 提升的速度非常快 夜星辰的积累实在太雄浑了 之前他虽然被困在大天军境界 但是他并没有放弃参悟道 反而他在空间之道圆满之后 很快就领悟了时间之道 这些年以来 他的时间之道进步飞速 达到了一个很高的程度 正因为如此 此刻夜星辰一突破到天王境界之后 马上就迈入了大天王境界 而且 他的修为还在继续提升 大天王初期 大天王中期 大天王后期 一直到大天王巅峰境界 夜星辰的修为才稳定下来 没有继续提升 空 一股沸腾的混沌神火 从夜星辰的身上席卷出去 充斥了整个阵法 那混沌色的火焰 蕴含着比以前更加恐怖的能量 夜星辰估计 就算是半生陷入进去 都要被削弱一部分战力 第1462章 送上门 阵法之中 夜星辰猛的睁开眼睛 两道金光从双眸之中 激射而出 在虚空之中留下灿烂的痕迹 他感受着自己体内的情况 脸上逐渐露出了笑容 大天王巅峰 这比他想象的要顺利的多 看来他这段时间在时间之道的领悟上面进步很快 不过 修为的提升 并没有提升夜星辰的战力 因为他的主要战力还是依靠半圣级别的肉身 而他的修为 仅仅是大天王巅峰 哪怕他走的是终极之道 能够越级战斗 也最多媲美大元帅而已 当然已经修炼了混沌霸体的夜星辰 自然不在乎这点修为的提升 他真正在乎的是 眼前这片充斥整个阵法空间的混沌神火 在他的修为提升之后 混沌神火领域的威力也增强了 夜星辰感觉那些大元帅 如果陷入自己的混沌神火领域之中 恐怕会被削弱掉七成十例 而那些半圣 至少也要被削弱掉三成十例 如果再加上空幻宝典的虚幻世界 恐怕一个半圣会被我削弱掉五六成战力 夜星辰不禁道吸一口凉气 自己都被震惊了 一个半圣如果被削弱掉五六成的战力 那对他的威胁就大大降低了 以他现在的战力 最多抗衡一个初期的半圣 但对方的战力如果被削弱了五六成 那他就能横扫了 即便是碰到九皇子十七皇子那样的巅峰半圣 夜星辰也有自信抗衡了 不 这还不算他的五行圣剑 在融入了真神级材料之后 他的这把五行圣剑的品质已经提高了许多 比那些半圣手中的王兵都强一些 至少在印度上媲美圣兵了 当然具体战力还得看实战情况 夜星辰不禁有些期待 正好那两个血衣神教的半圣肯定不会放过他 到时候就拿他们两个试试自己的战力 夜星辰想罢 便开始研究面前的这座真神级阵法 真神级阵法奥妙无穷 夜星辰刚刚也只是进入其中而已 对于这座阵法里面蕴含的纹理 他并没有了解清楚 只有将其全部理解 才有可能布置出这种级别的阵法 就算布置出十分之一 那威力也远超上人级别的阵法 足够守护补天教和天空之城了 夜星辰暗暗想到 他现在不是孤家寡人一个 有补天教和天空之城这个基地 所以需要阵法守护 如今有这么好的机会 他当然不会错过 反正他来混沌秘境是为了真神级材料 如今已经得到了 倒也没必要急着去探索这座遗迹 等先理解了这座真神级阵法 再说 在真神级阵法之中 夜星辰没有受到任何的打扰 他认真仔细地研究阵法 沉浸在阵法的浩瀚知识之中 参悟阵法实在太消耗时间了 若非夜星辰的心灵力量庞大 比一般的圣人都强大许多 不然他肯定不会参悟这些阵法 事实上 混沌大陆的阵法师都没什么实力 真正一些威力强大的阵法 那都是圣人研究出来的 只有成圣之后 心境达到了第六层次 拥有庞大的心灵力量 才会去研究阵法 250年之后 夜星辰终于研究完了这座真神级阵法 终于掌握了这座真神级阵法 不过想要将其布置起来 起码等我踏入圣人境界才行 夜星辰盯着面前的阵法 此时 在他的眼中 这座真神级阵法已经变得清晰可见 无数阵法的纹理 都在他的掌握之中 只不过 没有踏入圣人境界 没有领悟天道之前 他是无法布置出这种强大的阵法 更何况 真正的真神级阵法 需要有真神级材料才能布置出来 而眼前的这座真神级阵法 已经失去了真神级材料 否则的话 夜星辰也不可能侵入此地 至于他的那件真神级材料 早已经被他拿来晋升天王境界了 这座真神级阵法已经被我掌握了 可惜带不走 夜星辰摇了摇头 感到有些遗憾 这座真神级阵法即便很残破 但也足以对付一些半生 可惜这就是阵法师的限制 他们无法带走阵法 空 空 就在夜星辰感叹自己 无法带走这座残破的真神级阵法时 不远处的天空中突然传来两股强大的气息 夜星辰一惊 连忙探出自己的心灵力量 朝着那两股气息探去 在他的感应之中 这是两位半生 只是不知道是谁 嗯 竟然是他们 当心灵力量探视过去的时候 夜星辰顿时看清楚这两个半生是谁了 但是结果让他有些意外 因为这两个半生 竟然就是雪衣神教的那两个半生 还真是冤家路窄啊 夜星辰不惊笑了 刚才他还在想着 要找人试试自己现在的战力 没想到一转眼 雪衣神教的两个半生就来了 这两个半生一个是巅峰半生 一个是半生初期 刚好是和他练联手 咦 忽然 夜星辰发现那两个雪衣神教的半生 似乎受了伤 而且还不轻 因为 在他的感应之中 那两个雪衣神教的半生明显是在逃跑 两人都非常慌张 不时的看向后方 怎么回事 谁能吓得他们两个半生仓皇逃跑 夜星辰露出惊讶之色 很快 他心中浮现一个猙獰的身影 就是那个之前被一众半生围攻 差点陨落的妖魔圣人 也只有他恢复了实力 才有可能下的这些半生仓皇逃走 一个巅峰时期的圣人该有多么恐怖 夜星辰心中一突 他觉得这座遗迹不能再待下去了 否则一旦碰到那位妖魔圣人 肯定不会有好下场的 不过好不容易碰到这两个雪衣神教的半生 夜星辰也不想放过他们 反正我已经得罪了雪衣神教 不如将他们斩尽杀绝 这样也能够避免消息外漏 至少雪衣神教不会马上知道 夜星辰暗暗想到 而且现在出手是他最好的时机 因为这两个雪衣神教的半生已经受伤了 更重要的是对方冲过来的方向 正好是他脚下锁在阵法的位置 他完全可以利用这座真神及阵法的力量对付他们 真是天堂有路你不走 地狱无门你闯进来 夜星辰凝视着不远处越来越近的两个雪衣神教半生 嘴角扯起一抹冷笑 第1463章斩杀一圣 该死 没想到这个妖魔圣人这么快就恢复了实力 师兄 我们现在怎么办 那家伙封印了出口 我们根本逃脱不出去 坚会和那些半生疤 只要我们联手组成战阵 应该可以抵挡一番 反正距离我们离开混沌秘境只剩下十几年了 高空中 两个雪衣神教的半生 一边逃一边交谈 很快他们就接近夜星辰所在的位置 不过 他们也发现了下面的真神急阵法 师兄 你快看 那是真神急阵法 半生初期的雪衣神教弟子惊讶地指着下面说道 那名巅峰半生匆匆了一眼 便摇头道 虽然一般而言 这法下面肯定隐藏着什么 不过我们现在可没办法探索 只能等待下次我们雪衣神教在有人进入混沌秘境时 将这个消息告诉他了 可惜了 半生初期的雪衣神教弟子有些遗憾 他师兄已经得到了一块神尾碎片 但他却没有 可是 距离他们离开混沌秘境的时间不多了 再加上有妖魔圣人在寻找猎杀他们 根本没时间给他们探索一记 空就在他们感到遗憾之时 那座位于他们正下方的真神急阵法突然爆发出绚丽的神光 朝着他们轰击过来 不好 怎么会 两个雪衣神教的半生大吃一惊 脸色骤变 纷纷出手抵挡 但是这还没有完 因为接下来一片炙热的混沌神火朝着他们吞噬而来 将他们困在其中 混沌神火 该死两个雪衣神教的半生刚刚有所动作 一身实力就被混沌神火领域给削弱了三成 这领得他们气急败坏 然而 随着混沌神火领域而来的 还有一座巨大的虚幻世界 将他们笼罩在里面 这又是将他们的实力给削弱了 一身战力 直接就减去了大半 让他们心惊胆战 恐惧无比 这一连串的打击 接踵而至 根本不给他们丝毫反应的时间 一下子就把他们给打猛逼了 杀 这个时候 一声大喝 猛的从下方传来 夜星辰紧握着五行圣剑 杀向其中的一位雪衣神教半圣 剑光暴涨 剑芒撕裂虚空 斩破苍穹 他显得很自信 要知道 这可是他准备已久的通袭 时机掌握得刚刚好 此刻 那两个雪衣神教的半圣还在虚幻世界之中挣扎 当然 若是巅峰时期 他们早就摆脱了幻境 可惜 他们本就受了伤 再加上被真神及阵法攻击 以及混沌神火领域的削弱 自身实力被削弱的太多了 所以 他们一时间没有马上摆脱幻境 而这个时候 夜星辰的五行圣剑已经杀过来了 那冰冷的杀气 可怕的剑异 令得这两个雪衣神教的半圣头皮发麻 他们急切想要摆脱幻境 终极剑道在夜星辰的无双肉身战力阵服之下 爆发出了强大的威能 那恐怖的剑异浩浩荡荡 像似一条银河倒挂苍穹 垂落下三千万里的疲劣 简然 达到了大天王巅峰境界 夜星辰的终极剑道更加可怕了 就算不动用肉身实力 他都能对抗大元帅级别的强者 而现在 增加了肉身半圣级别的力量 那就使得他这一剑更加的恐怖 那赤裂的剑芒 像似可以直接劈开眼前的这座宇宙 隐隐约约可以看得到 在夜星辰的五行圣剑附近 黑暗吞噬了一切 有无数星辰在转动 这一剑 像似携带着无尽的星空之力 是你 那个半圣初期的雪衣神教弟子 感受到了死亡的威胁 他这才发现了夜星辰的身影 顿时大惊失色 杀 夜星辰冷喝道 他首先就选择这位半圣初期的雪衣神教弟子 因为对方的实力最弱 在极度被削弱的情况下 最有可能被他斩杀 毕竟 以一敌二太难了 夜星辰想要先杀掉这个最弱的 然后再来对方那个巅峰半圣级别的雪衣神教弟子 滚蛋 想杀我 你做梦 雪衣神教的这位半圣初期强者似乎也感受到了死亡的威胁 他一边在幻境之中挣扎着 一边调动为数不多的能量进行防御 同时 他在呼喊他的师兄 可惜 夜星辰这一击准备的太充足了 当武行圣剑真正降临的时候 什么都迟了 雪衣神教的那位巅峰半圣根本无法及时救援 对方被虚幻世界牵扯住大部分精力 扑 一箭划破苍穹 一箭斩裂虚空 面对夜星辰这巅峰的一箭 已经被削弱大半十利雪衣神教初期半圣根本无法抵挡 瞬间就被消首 临死前 他的眼睛都瞪得很大 死不瞑目 他可是半圣啊 竟然死在了混沌秘境里面 他很不甘心 要知道 他随时可以成圣 只是为了一突破就能成为大圣 才一直压制胸围部突破 结果 现在连成圣的机会都没有了 可以想象 他死的有多么不甘心 刷 夜星辰斩杀了这位初期半圣之后 连忙收起他的遗物 心中也松了口气 这样一来 他的对手只剩下一个了 夜 星 晨 那位雪衣神教的巅峰半圣 已经从虚幻世界内挣扎出来了 当他看到自己的师弟被夜星辰斩杀之后 顿时气急败坏 怒火沸腾 别担心 马上就轮到你了 夜星辰举起五行圣剑 面色冷漠的看向这位雪衣神教的巅峰半圣 他现在已经有了绝对的自信 因为通过刚才的战斗 他已经发现他的虚幻世界可以削弱半圣三成战力 再加上混沌神火领域的三成 那就是一共能够削弱掉半圣的六成战力 而这两个半圣都已经被妖魔圣人打伤了 自身本来就剩下七八成的战力 现在在被削弱掉六成 他们剩余的实力可想而知 正因为如此 夜星辰刚才那一剑 才能将那位初期的半圣斩杀 更何况 还有下面的真神级阵法在协助夜星辰的攻击 这座阵法的威力可不弱 至少相当于两三位初期的半圣 所以即便面对一个巅峰半圣 夜星辰现在都是底气十足 第1464章引爆阵法 夜星辰 从来没有人敢冒犯我们血一神教 你死定了 血一神教的巅峰半圣物吼道 空 声浪滚滚 震天汗地 他像似一头真龙 光芒万丈 璀璨至极 整个躯体都爆发出了前所未有的能量波动 狠狠地冲向夜星辰 巅峰级别的半圣 实力简直强的可怕 哪怕被削弱了大半的实力 又遭受到重伤 但依旧不是那些初期半圣可以比拟的 决一神教的这位巅峰半圣横空而来 沿途有许多大树飞上天空爆炸 一块块巨石粉碎 大地碎裂 天空破碎 像极了末日来临 神威如玉 不可阻挡 这就是巅峰半圣的强大 哪怕自身实力所剩不多 依旧展现出惊世之威 让这片天地虚空都在站立 沙 这个雪衣神教的巅峰半圣操控着王兵狠狠地轰向夜星辰 虚空炸裂 无尽的光芒在爆发 恐怖的攻击让这方天地都为之失色 夜星辰站在真神级阵法之上 他调动着阵法之力 抵挡着这个巅峰半圣的攻击 同时他手中的武航圣剑也展现了这位巅峰半圣 沙 夜星辰手中的武航圣剑爆发出璀璨的神光 恐怖的剑意在激发 气息极为害人 地面都炸裂了 虚空粉碎 一个个符文围绕着武航圣剑燃烧 炽热的火光烧红了整个天空 轰猛龙 终极见到在无双肉身战力的支撑下 爆发出了前所未有的恐怖威能 一条浩荡不止的剑盒 从天穷之上垂落下来 贯穿整个天地宇宙虚空 时间和空间似乎陷入了禁止 宇宙星辰都在围绕着夜星辰转动 他的这一剑将宇宙一介两半 砰 决一神教的巅峰半圣全力催动王兵 狠狠地撞向武航圣剑 这两剑顶级王兵 顿时爆发出恐怖的威能 其余波席卷出去 将周围的大地山脉进阶摧毁 杀 杀 夜星辰和雪衣神教的巅峰半圣都大吼道 两人谁都知道对方不会放过自己 都在全力催动战力 进行最强对决 轰轰轰 他们的王兵一次次碰撞 每一次都是惊天动地 这片地带彻底被打翻上了天 星剑 夜星辰调动心灵力量 凝聚出星剑 在暗无声息之间 杀向对面的雪衣神教巅峰半圣 可惜 他的星剑遭受到对方的阻挡 无法重伤对方 清灵攻击吗 可惜 唯有天地奇物 雪衣神教的巅峰半圣冷笑道 早就得知北方神国的心灵攻击厉害 他当然会带着天地奇物 更何况 对于他们这位巅峰半圣来说 天地奇物也不是很珍贵 他自己就拥有 杀 既然星剑无用 夜星辰只能硬生生磨了 他相信对方肯定磨不过自己 因为混沌神火领域和虚幻世界直接削弱了对方的六成战力 再加上下面的真神急阵法 就跟炮台一样 不断地轰击着对方 这样下去 迟早胜利会属于他 雪衣神教的巅峰半圣其实也看出了这一点 但他根本摆脱不得 无论是虚幻世界 还是混沌神火领域 都牢牢把他给困住了 还有下面的真神急阵法 早已经将周围的虚空笼罩 让他无法冲出去 可恶 这家伙的实力怎么会这么强 以前只听说过他拥有混沌神火领域 但没想到这个领域的威力这么强 还有这座虚幻世界 简直无法摆脱 居然可以削弱我的三成战力 决一神教的巅峰半圣月打月星金 月星辰带给他的奇迹太多了 他以前根本没把月星辰放在眼里 毕竟月星辰走上了终极之道 根本无法成圣 但如今 月星辰的实力 却是能够威胁到他了 简直不敢想象 此此真是一个妖孽 决一神教的巅峰半圣安曼一生 当即燃烧神力 开始冲向外面 神力一燃烧 他的实力顿时变得无比强大 原本混沌神火领域和虚幻世界 可以削弱他的六成战力 现在却只能削弱他的四成战力了 实力大增 令得这位血一神教的巅峰半圣 开始冲出叶星辰的阻拦 叶星辰 等出去后 我们血一神教定会斩你 留下一句狠话 血一神教的巅峰半圣便准备远逃 他现在的状态 实在不适合跟叶星辰战斗 更何况此地还有一座真神极阵法 在这里跟叶星辰战斗 那是自取耻辱 抢走吗 可惜太迟了 叶星辰看着想要远逃的血一神教巅峰半圣 不仅没有着急 反而急速后退 嗯 血一神教的巅峰半圣露出疑惑之色 他还以为叶星辰会追击他 但没想到叶星辰反而先一步逃出了阵法笼罩范围 不过 不管叶星辰有什么目的 血一神教的巅峰半圣都知道自己不能在此地久留了 但是 就在他冲出阵法笼罩范围的时候 整个阵法顿时崩溃了 什么 你居然引爆整个大阵 血一神教的巅峰半圣瞳孔皱缩 满脸色变 头皮都在发麻 这可是真神级的阵法啊 就算是残破的 但也非常恐怖 一旦这座大阵爆炸 绝对可以将他重创 运气不好的话 甚至会被直接杀死 逃逃逃 血一神教的这名巅峰半圣彻底疯狂了 他不顾一切代价燃烧神力 想要冲出阵法的笼罩范围 可惜 他没等他逃出去 整个大阵就已经彻底爆炸了 呵呵 我准备了这么久 怎么可能会让你逃出去 叶星辰冷笑道 引爆阵法 这本就是他准备已久的最终手段 毕竟他知道以自己的实力 想要击杀一位巅峰半圣 实在太难了 但是引爆这座真神级阵法就不一样了 尽管他已经残破 老旧 但依旧有着真神级阵法的底子 一旦引爆 至少会发挥出圣人级别的威力 本就受伤的血一神教巅峰半圣 在这股强大能量的攻击下 再度遭受到重创 整个身躯都被摧毁了 只剩下一块血肉逃了出去 然而 早已经守株待兔的叶星辰 一剑就将这个血一神教的巅峰半圣直接毙命 第1465章实力增强 被真神极阵法的爆炸重创 那位血一神教的巅峰半圣就跟废人一样 根本逃不掉 就被叶星辰轻易斩杀 哗啦 这个血一神教的巅峰半圣一死 他的遗物就被爆了出来 从高空中洒落下来 足足有一大片 叶星辰挥了挥手 将这些遗物收了起来 准备以后再检查 不过 其中的一件物品 却是引起了他的注意 神尾碎片 叶星辰眼睛一亮 连忙抓住这件物品 之前他跟黄埔占领他们得到过神尾碎片 所以认得此物 只是没想到这个血一神教的巅峰半圣竟然也有 莫然 叶星辰想到当初 妖魔圣人扔出去的那些物品 似乎就有神尾碎片 或许这个血一神教的巅峰半圣 就是在那个时候抢夺到的 他没有混沌神火 炼化神尾碎片速度很慢 所以他想要带出去再练化 叶星辰顿时笑了 尽亏留给他们的时间不多了 让这个血一神教的巅峰半圣来不及 练化这块神尾碎片 否则就轮不到他想用了 嘿嘿 我有混沌神火 练化这块神尾碎片应该用不了多长时间 叶星辰暗自想到 前前这块神尾碎片对他还没有用 但是现在 他已经踏入了天王境界 就能使用这块神尾碎片了 虽然不能成圣 但至少可以让他的修为提升到了半圣境界 到时候 他的修为是半圣 肉身是半圣 两两叠加之下 那绝对是最强的半圣 就算巅峰半圣见到他也得靠边站 想到这里 叶星辰顿时收起这块神尾碎片 朝着不远处飞去 这里动静太大了 难保不会把那位妖魔圣人吸引过来 还是先离开此地为妙 一路急速飞行 叶星辰找了一个隐蔽的地方 收敛自己的全部气息 这才拿出那块神尾碎片 开始炼化 棍盾神火在他达到天王境界之后 已经变得更强了 几乎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再炼化这块神尾碎片 而在神尾碎片被炼化的时候 叶星辰明显感受到有很多天道 而这些天道之中 自然也包含了时间之道 这一刻 叶星辰扶持心灵 清晰地感受到时间之道的道文 一切都像似被刻印在脑海中 了如指掌 叶星辰盘息坐在那里 身体周围浮现出一个个神秘的符文 这些符文光芒璀璀 隐隐约约有道音像似海啸般传出 顿时 叶星辰的天灵带爆发出刺眼的光辉 灿烂宛如傍晚的晚霞 浩荡的霞光在他体外奔腾涌动 一条条道则秩序在交织着可怕的纹理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静坐在那里的叶星辰忽然周身盛光璀璨 渲暗绽放 他体内更是如同天雷乍响 到处都是雷电光芒 轰猛龙 这片天地在动荡 两种不同的秩序道文在相融合 那是时间之道的文理和空间之道的文理 在神威碎片的帮助下 叶星辰已经领悟了完整的时间之道 正在将这两种道融合 今生的道已经进化为天道了 叫做时空天道 乃是掌握了时空之力的可怕天道 叶星辰他细细品味 一种悬而又悬的感觉涌上心头 只觉得心中一片空灵 仿佛时间和空间在他眼里已经成了可以掌控的存在 像时光塔可以改变时间流速 叶星辰觉得自己现在也可以做得到了 只是无法像时光塔那样增速一万倍 这时空天道对我修炼混沌霸体倒是帮助很大 等回去之后 我也炼制一件时光塔那样的至宝 叶星辰暗暗想到 他修炼混沌霸体太耗费时间了 如果能够炼制出时光塔那样的宝物 哪怕效果比不上时光塔 对他来说也是一个巨大的帮助 毕竟 如今他已经修炼到了半圣境界 再想往前进一步 那就需要比真神级材料更高级的材料了 问题是 叶星辰根本不知道什么东西比真神级材料更高级 就算有 恐怕也是得在混沌界了吧 在这种情况下 叶星辰接下来只能想办法提升自己的混沌霸体了 他也只能依靠混沌霸体晋升到真神级 然后前往混沌界 才能继续提升自己的修为 而修炼混沌霸体太耗费时间了 因此叶星辰急切需要时光塔那种可以增速时间的宝物 当然 这都是后话 此时 叶星辰已经站了起来 正在感受自己的实力变化 就为提升到了半圣境界 最重要的还是我的混沌神火领域更强了 而且我可以将我所有的攻击之中都融入天道 威力自然大大增强了 叶星辰默默感受着 脸上的笑容越来越盛 这次修为的提升 比他之前踏入天王境界 带来的好处还要更多 连他自己都不知道他现在的战力达到了什么程度 像五行圣剑之间他只能灌入一种道 而现在却能够灌入天道了 天道之力显然比单一的道强大许多 这也是那些半圣能够横扫大元帅 元帅级别强者的原因 除此之外 终极剑道有了天道的加持 威力就更强了 真正爆发出终极之道的强大威力 恐怕对圣人都有威胁 叶星辰估摸着 光是靠五行圣剑的增强和终极剑道的增强 他就能媲美巅峰半圣 更何况 他的肉身也是半圣 两两叠加之下 远远超越了那些巅峰半圣 我现在的实力 在圣人之下 应该是无敌了 就算面对许多巅峰半圣 我也无惧 叶星辰自信一笑 除了实力的增强 他的辅助性绝招也变强了 其中最重要的便是混沌神火领域了 之前可以削弱半圣三成实力 现在可以削弱多少 叶星辰就不知道了 但至少超过五成 再加上虚幻世界削弱的三成 哪怕是巅峰半圣面对叶星辰 还剩下多少战力 一成 还是两成 只剩下这点战力的巅峰半圣 就算来得再多 都不够叶星辰杀的 毕竟 他本身的战力就远远超越了巅峰半圣 人家被削弱了 他可是增强了 两相比较之下 叶星辰绝对可以横扫所有半圣 拥有混沌神火领域和虚幻世界 他最不怕的便是群工 第十七卷圣人 第1466章拉拢 进入混沌秘境之前 叶星辰堪比元帅级别 如今 他已经可以横扫半圣境界 仅仅一千年就有这种提升 他显得很满意 不自觉的就露出了笑容 距离离开混沌秘境 只剩下几年了 也不知道那些家伙什么情况 有多少人被妖魔圣人灭杀 叶星辰离开闭关之地 开始在遗迹之内游荡起来 其实 他现在应该继续躲起来 防止被那位妖魔圣人找到 而且 时间所剩不多 也不够他继续探索遗迹了 只是叶星辰闲不住 更何况 他希望可以找到几个巅峰半圣 来验证一下自己的实力 尤其是混沌神火领域 他还不知道可以削弱半圣多少实力呢 秋 叶星辰在高空中犹如闲亭散步一般 实力的增强 让他底气十足 根本不担心自己的生命危险 就算遇到那位妖魔圣人 他现在都有信心与之一战 他觉得自保应该足够了 毕竟 那个妖魔圣人当初被二十位半圣镇压 就算是因为他受了伤 但也可以从中看出 这个妖魔圣人最多是小圣 甚至在小圣之中都算比较差的了 而现在 玉星辰觉得自己比那二十位半圣强多了 就算一百位半圣来了 他都能够横扫 这就是底气 轰猛龙 忽然前方传来剧烈的能量波动 玉星辰眼睛一瞇 从能量波动来看 至少有好几位半圣在前面战斗 他有些疑惑 现在大家都被妖魔圣人猎杀 这些家伙难道还敢窝离返 真以为马上就能离开混沌秘境 就自认为安全了 没有危险了吗 好奇之下 叶星辰加速朝着前方前进 不久之后 叶星辰的心灵力量率先探查到了结果 那的确是几个半圣在战斗 而且其中的两个半圣 叶星辰还都认识 他们分别是九皇子和十七皇子 叶星辰没想到能够再次遇到 这个两个中央神国的皇子 此时 这两个中央神国的皇子 正在联手围攻一个巅峰半圣 这个巅峰半圣 之前在那二十多位半圣围攻妖魔圣人时 叶星辰也见过一次 但他并不认识 只能猜测是某个神国的巅峰半圣 谁 不远处的三大巅峰半圣 几乎都感应到了叶星辰的探查 顿时脸色一变 大喝道 三人都很担心 因为这股探查的心灵力量 非常强大 很有可能是跟他们同级别的强者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么这个人就能改变局势 无论他站在哪一边 哪一边就能翻盘 所以 他们都担心这个人的立场 只是战斗到了这个时候 他们都无法随便停手 九皇子和十七皇子也不会停手 好不容易趁着对方受伤而出手 如果一停手 让对方跑了怎么办 哈哈哈哈 九皇子 十七皇子 好久不见 叶星辰踏着虚空 大笑着走来 他并没有隐藏 反正实力足够 有什么可畏惧的 强者为尊 有实力就是有底气啊 叶星辰背负着双手 饶有兴趣的看着面前处于战斗之中的三人 望着其中一个陌生的巅峰半圣 笑着说道 不知道这位道凶是何方神圣 竟然能够令得两位皇子联手对敌 吴战 南方神国的三皇子 吴战仓促说着 并且投来一个求助的眼神 叶兄 听说你原本就在我们南方神国定居 只是因为被天圣门追杀 这才逃去了中央神国 叶兄 如果你愿意帮我一把 等出去后 我就帮你灭了天圣门 并且欢迎你来我们南方神国定居 待遇肯定比你在中央神国好得多 他有些紧张 本来他一个人面对中央神国的两位皇子 就显得危机重重 支撑不了多久 现在又来一个叶星辰 虽然他不知道叶星辰的具体实力 但至少是一位半圣 一旦加入了另外一边 那对他的打击太大了 叶星辰 不要听他胡说八道 你是我们中央神国的人 要牢记你的身份 没有我们中央神国 你早就被天圣门给杀了 十七皇子脸色一边 不由得沉生说道 另一边的九皇子 则冷冷盯着叶星辰 阴晨道 不要自悟 你们补天教还在我们中央神国境内 快跟我们一起动手 协助我们杀了此人 叶星辰眯着眼睛 十七皇子的话语还好 他当初被天圣门追杀 是加入中央神国军队才保住一命 所以欠中央神国一个人请 而九皇子的话语 根本就是威胁他 还命令他 简直把他当成手下了 实在是令叶星辰不爽至极 因此 叶星辰悠闲地站在不远处 摆了摆手说道 两位皇子放心 我不会背叛中央神国的 不过我也不是你们的手下 我是天空之城城主 除了中央神皇 谁都没资格命令我 十七皇子文言 面带微笑地点了点头 虽然叶星辰说得不客气 但至少还是他们中央神国的 九皇子脸色阴沉道 叶星辰 别忘记你是如何进入混沌秘境的 你有义务帮助我们在混沌秘境内的行动 是吗 我怎么没收到中央神皇的命令 难道你九皇子可以代替 中央神皇发布命令了吗 叶星辰激笑道 之前被九皇子逼迫 虽然他也得到了一些好处 但是那种逼迫 依旧让叶星辰耿耿于怀 心中很不爽 当然不会给九皇子什么好脸色 你 九皇子文言大怒 看向叶星辰的目光 顿时带着冰冷彻骨的寒意 叶星辰一脸不屑之色 他现在可不去九皇子 至于说出去以后 他也不怕九皇子 毕竟九皇子难道还敢在明面上对他动手 中央神皇也不会允许的 叶兄 看来你与傲言的矛盾很大啊 以他的实力 是很有可能会成为下一任中央神皇的 我劝你还是跟我合作 加入我们南方神国 否则小心以后你会被他秋后算账 南方神国的三皇子无战继续说道 拉拢叶星辰 正位南方神国的三皇子也不是吃素的 光明正大帝拉拢叶星辰 就算拉拢不成 也能让叶星辰和九皇子继续扩大矛盾 让他们互生间隙 第1467章无惧皇子 对于无战的拉拢 叶星辰微笑不语 他是打定主意不想插手这两大神国皇子之间的交锋 毕竟没有好处还会惹得一身骚 无战见状 脸色顿时阴沉下来 看向叶星辰的眼中阴影闪过一抹杀意 讲他堂堂一国皇子亲自好言拉拢 居然还被拒绝 这简直是太不实相了 讲到这里 无战双眸微微一咪 流露出一股杀机 韩生道 既然你不站在我这一边 那就去死吧 丘 在被九皇子和十七皇子的围攻之中 无战突然丢出一件物品 而这件物品正好朝着叶星辰的方向射来 是神位碎片 十七皇子和九皇子同时惊呼 两人第一时间感应到了这件物品的信息 正是他们一直梦寐以求的神位碎片 无论是十七皇子还是九皇子 都已经达到了巅峰半圣境界 他们任何一个人得到了这块神位碎片 都会达到半圣的极限 而那个时候 他们只要一成圣 便是大圣境界 直接跨越了普通圣人这个层次 这也是他们冒险进入混沌秘境的目的 是我的 九皇子大吼 双目怒争 探出一只大手抓向神位碎片 而他本人更是直接冲了出去 呵呵 老九 这东西可不能让给你 十七皇子大笑一声 一刀斩掉九皇子的大手 朝着神位碎片击射而去 两人直接丢下了吴战 不再围攻他 毕竟 对于他们而言 得到神位碎片比杀死吴战更重要 因为一旦得到神位碎片 等出去后 他们就能压倒另外一方 很有可能会成为中央神国的皇太子 未来接掌整个中央神国 面对如此诱惑 杀吴战也就变得不重要了 小子 接下来我看你如何面对这两个中央神国的皇子 吴战看着冲向神位碎片的十七皇子和九皇子 顿时一脸冷笑 他故意将神位碎片丢向叶星辰 就是想要利用这块神位碎片 让他们三人打起来 一来可以解他的围 二来可以置叶星辰于绝境 吃的就是绝境 只要叶星辰忍受不住神位碎片的诱惑 那么必然会面对十七皇子和九皇子的攻击 在他看来 一人独占两大皇子的叶星辰 肯定必死无疑 毕竟在他眼里 叶星辰只是一个普通半生而已 恐怕十七皇子和九皇子中的任何一人都能杀死叶星辰 当然 就算叶星辰很聪明地交出神位碎片 但是他交给谁呢 无论叶星辰交给谁 都会得罪另外一个皇子 哈哈哈哈 跟我斗 你还差得远 无占一脸性灾了祸 他不再多想 趁着十七皇子和九皇子追击神位碎片的时候 转身踏空离去 消失在天际 而另一边 叶星辰看着朝着自己击射而来的神位碎片 顿时愣住了 他两次得到神位碎片 自然一眼就认出了神位碎片 但他没想到 无占竟然也拥有神位碎片 而且还果断地扔出来保命 讲必 这家伙也是被逼急了吧 毕竟神位碎片再重要 也比不上自己的小命更重要 叶星辰只是没想到无占会将神位碎片扔给自己 不过 叶星辰也不是笨蛋 他很快就想明白了无占的险恶用心 果然 这些神国的皇子没有一个简单的人物 只是你想要害我 还差得远 叶星辰冷笑一声 便立即出手抓住那剑朝着他飞来的神位碎片 俏话 竟然有人愿意送给他神位碎片 难道他还不敢收下吗 叶星辰收起神位碎片 目光平淡地看着前方怒气冲冲而来的两位中央神国的皇子 叶星辰 快将神位碎片交给我 九皇子眼神凌厉地盯着叶星辰 冷冷喝道 十七皇子也不再那么轻飘云淡 而是一脸冷漠地看着叶星辰 缓缓说道 交给我 以后我就是你的靠山 面对两位皇子的咄咄逼人之事 叶星辰嘴角扯起一抹嘲讽的笑容 冷冷说道 两位皇子只是一句话 就想要让我交出这么珍贵的宝物 你们把我当成什么了 你们的手下吗 空 九皇子身上爆发出强大至极的气息 他眼神锁定叶星辰 面色发寒道 叶星辰 想清楚你在说什么 不要以为你跟几位大元帅交好 跟几个圣地交好 就敢在我面前放肆 你信不信 我只要一个命令 你的天空之城 你的补天教 全都会化为飞灰 十七皇子同样爆发出自己的强大气息 他冷冷盯着叶星辰 眸光灵力道 叶星辰 你最好不要自悟 呵呵 面对强势的九皇子和十七皇子 叶星辰轻轻笑了 而他的笑声 则让两位皇子皱起了眉头 看着面前的两位中央神国的皇子 叶星辰逐渐收敛笑容 一股强烈的自信和无敌的意志 浮现在他的目光中 他的眼神也变得无比的射人心魄 两位皇子 你们真的以为我还是那个随便让你们揉捏的小蚂蚁吗 十七皇子和九皇子目光冰冷 听到叶星辰的话语 他们的脸上都露出淡淡的讥讽之色 无论是个人实力 还是身份背景 叶星辰在他们眼里 的的确却是一只小蚂蚁 一个小蚂蚁 也妄想跟他们平等交流吗 叫话 好了 我不想跟你废话 交出神尾碎片吧 十七皇子摆了白手 神情淡漠的说道 他已经有些不耐烦了 九皇子眼中的杀鸡也越发凌厉了 他阴森道 上次你竟敢耍我 再加上这次 那就灭了你吧 哼 两大皇子爆发出强大的杀气 他们不再多言 几乎同时出手杀向叶星辰 想要抢夺那块神尾碎片 在他们眼里 叶星辰已经只是一个死人了 呵呵 看着对自己出手的两位皇子 叶星辰眼中没有一点距离 反而充满了讥讽 讲杀我 那就看看你们有没有那个本事了 随着叶星辰的话语落下 他手中光芒一闪 武行圣剑顿时出现了 散发着耀眼的神灰 与此同时 一股强大至极的可怕气息 以叶星辰的身体为中心 朝着四面八方席卷出去 两位中央神国的皇子健壮 不由得瞳孔齐齐一缩 两人脸色皆是大便 满脸的不敢置信 第1468章一一第二 半圣 你不仅仅肉身成半圣 就连境界也达到了半圣层次 九皇子和十七皇子满脸震惊地 看着面前的叶星辰 当叶星辰的气息真正爆发出来的时候 他们才知道自己小看了叶星辰 不错 我已经达到了半圣境界 真正的半圣 叶星辰一脸自信地说道 他手中五行圣剑光芒璀璨 犀利地建议撕裂空间 让整个天地都支离破碎 空气之中到处都充斥着风锐的气息 九皇子看到五行圣剑 不由得瞳孔一缩 当初妖魔圣人扔掉的宝物之中 就有一件真神级的材料 没想到被你给得到了 不过 即便你得到了真神级的材料 也最多只能达到天王境界 怎么可能一下子成为半圣 十七皇子深深看了叶星辰一眼 神声道 如果再加上一块神味碎片 那就正常了 闻听此言 九皇子眼神一宁 目光中充满了极度 叶星辰居然已经得到过一块神味碎片了 而且还将之恋化了 这家伙怎么能拥有这么好的运气 九皇子心中充满了极度 脸色也变得猙獰了 他低沉的声音响起 叶星辰不要以为你达到了半圣境界 就能与我们抗衡 今天我就让你见识一下真正的半圣 话音一落 他整个人就出现在叶星辰的身前 狠狠的一拳轰来 吼 九皇子这一拳打出了九条神龙 那九条神龙栩栩如生 宛如真实存在一般 实际上他们都是由天道之力凝聚而出 说是真的也不无不可 九条神龙怒吼着沙莱 将叶星辰的四面八方都给封锁了 让他无法脱困 只能选择硬拼 和我近身战斗 莫非你忘记我是肉身成半圣了吗 叶星辰见状 眼中充满了嘲讽的笑容 下一刻 他整个人抱起 宛如捕食的猎豹 在一瞬间冲了出去 他双拳垂空 一次次的轰击 打出璀璨的拳莽 轰猛龙 一股终极意境随着叶星辰的权势而席卷出去 那恐怖的末日终极气息弥漫出来 令得周围的天道之力都在溃散 叶星辰一拳拳地轰击在九条神龙上面 将他们打得支离破碎 同时他的权力贯穿虚空 将对面的九皇子都给阵飞出去 扑 九皇子都被叶星辰打得吐血倒退 毕竟肉身力量 他比叶星辰差多了 毕竟 叶星辰的肉身已经达到了半胜层次 滚蛋 九皇子满脸愤怒 简直火冒三丈 他竟然被一个踏实为蝼蚁的家伙给打得吐血 这简直是耻辱 一简强大的王兵便朝着叶星辰镇压而来 这简王兵一出现 就有恐怖的威能压迫下来 令得周围的空间都凝固住了 这一刻 空间仿佛陷入了禁止 但是很快 一道赤裂的剑芒 便从叶星辰手中的武航圣剑上击射而出 将眼前的这片空间给撕裂开来 同样是王兵 我的武航圣剑里面可是融入了真神级材料 叶星辰冷笑道 不仅如此 随着他踏入半圣境界 领悟了时空天道 他的武航圣剑之中也能融入天道之力了 用天道之力来催动王兵 尤其是武航圣剑这样强大的王兵 那爆发出来的威力 几乎已经媲美真正的圣兵了 九皇子的那件王兵 被叶星辰轻轻一箭就给击飞了 那赤裂的剑芒 更是直接撕裂空间 隔空展向九皇子 砰 关键时刻 一座宝塔出现在九皇子面前 挡住了这道赤裂的剑芒 这宝塔的防御力非常强大 即便武航圣剑的攻击落在上面 都无法给他造成半点痕迹 对此 叶星辰也没有丝毫惊讶 而是早有预料 持光塔 叶星辰盯着面前 互助九皇子的宝塔 瞬间就认出来了 毕竟他能够成为半圣 可是多亏了这件圣兵 这东西好歹也是圣兵 虽然没什么攻击力 但是在物理防御上面 还是很厉害的 至少在武航圣剑 没有真正进化为圣兵之前 恐怕难以破解时光塔的防御 不过 叶星辰也不怕时光塔 他冷笑一声 便释放出混沌神火领域 痴痴 随着炙热的混沌神火席卷出去 整个天空和大地都变成了混沌神火的领域 周围的一切都被混沌神火给摧毁了 国海席卷了整个世界 而身处混沌神火领域之中的九皇子和十七皇子 都是脸色一变 满脸不敢置信 我的实力居然被削弱了三成 我也是 两位皇子心中惊骇欲绝 如此可怕的领域 他们真没想到 虽然以前他们也听说过叶星辰的混沌神火领域 但那个时候的叶星辰太弱了 那种领域对他们来说 根本不堪一击 但是随着叶星辰踏入半生境界 这个曾经被他们觉得不堪一击的领域 竟然一下子削弱了他们三成战力 这可是巅峰半生的三成战力啊 一场战斗 一旦失去了三成战力 那几乎已经可以改变战斗的结果了 卡擦 叶星辰不给他们反应的机会 已经握紧了五行圣经 一剑斩向九皇子 而他的一只拳头则狠狠地砸向十七皇子 剑芒撕裂空间 拳芒打破苍穹 以一敌二 威势无匹 这一刻 叶星辰展现出了自己的绝世锋芒 让宇宙中的恒星都黯然失色 放肆 大胆 九皇子和十七皇子大喝一声 全都怒了 他们竟然被人小去了 什么时候 竟然有人敢同时挑衅他们两人呢 两人看向叶星辰的目光中都充满了杀意 轰 激烈的战斗 顿时爆发了 沸腾的混沌神火领域之中 三道身影不实地纠缠在一起 刀光闪耀 剑气纵横 全盲横空 神威如玉 这是三位巅峰半胜在战斗 第1469章双双败北 叶星辰三人打得非常激烈 不过有混沌神火领域笼罩 他们战斗的波动并没有传出去 这也是叶星辰故意放出混沌神火领域的原因 毕竟一旦他们战斗的波动传出去 谁知道会不会把那位妖魔圣人给吸引过来 要知道 现在那位妖魔圣人还在这座遗迹之中到处寻找混沌界的生灵猎杀 哪怕这座遗迹再大 也有可能被他们碰到 虽然叶星辰对自己现在的实力充满了自信 但若无必要 他也不想跟这个妖魔圣人对上 此刻 他的眼中只有九皇子和十七皇子这两个对手 轰猛龙 叶星辰紧握着五行圣剑 再次狠狠地轰击在面前的时光塔上面 两件兵器爆发出恐怖的威能 扎得虚空都粉碎了 那强大的反阵力席卷出去 将九皇子整个人都给轰飞出去了 叶星辰也被震退数十步 杀 十七皇子趁机杀来 操控着王兵 狠狠地镇压向叶星辰 叶星辰看都不看 直接一拳迎了上去 他的肉身堪比半胜 肉身强度就相当于半胜兵 比十七皇子的这件王兵只强不弱 仅凭肉身之力 叶星辰就抗住了十七皇子的王兵 并且将之击退 这家伙的实力怎么会这么强 九皇子咬牙切齿 十七皇子也是一脸震惊 这两个皇子的实力本来就不如叶星辰 再加上被混沌神火领域削弱了三成战力 自然就更加不如叶星辰了 在战斗之中 他们被叶星辰打得节节败退 根本不是叶星辰的对手 十七皇子已经多次被叶星辰打得吐血 九皇子的情况要好一点 毕竟他还有一件时光塔保护自己 但是看着压着他们打的叶星辰 九皇子和十七皇子的心情都很不好 两人的脸色都难看到了极点 作为中央神国的皇子 他们高高在上 作为半圣级别的强大存在 他们俯视圣人之下 他们何曾受到过这种耻辱 倘若叶星辰是圣人 那他们还能好受一点 但叶星辰跟他们一样 也只是半圣 而且 叶星辰还是走终极之道的 曾经被他们视为废人 这辈子都不可能成为圣人 但是现在 叶星辰却押着他们打 占据绝对的上风 这简直是奇耻大辱 九皇子心中怒吼 愤怒之下他直接选择引爆了那件王兵 想要把叶星辰给炸伤 至于说要炸死叶星辰 他没有这个奢望 因为他知道肉身达到半圣境界的可怕 轰 随着九皇子的这件王兵爆炸 整个混沌神火领域都在沸腾 叶星辰提前预料到了 他没有丝毫担忧 早已经凝聚着混沌神火 在自己面前布置下一层层火墙 轰轰轰 爆炸的能量 一次次地轰击着叶星辰的火墙 当火墙上面出现了许多裂缝 最终更是让整个火墙崩溃了 但是 剩余的能量 已经无法对叶星辰造成威胁了 被他一件给劈开了 九皇子 这件王兵可是你的心血 居然就这样引爆了 你也不心疼啊 叶星辰看着对面的九皇子 嘲讽道 当然 对于你这样的皇子而言 区区一件王兵又算得了什么 听到叶星辰的冷嘲热讽 九皇子脸色无比难看 他阴沉道 叶星辰 算你厉害 不过你敢杀我吗 我量你也没那个胆子 叶星辰的确不敢杀死九皇子 否则面对中央神国这个庞然大物 整个混沌大陆都没有他的容身之处 一旦中央神国的那些圣人出动 叶星辰就算逃到宇宙的边缘 都会被找到 不过 看到九皇子趾高气扬的样子 叶星辰显得很不爽 他冷哼道我不能杀你 但不代表别人不敢杀你 你信不信 我把你打伤 然后无论是那位妖魔圣人 还是南方神国的三皇子无战 他们都会很有兴趣来杀你 你 九皇子文言脸色一变 他怒视着叶星辰握紧了拳头 以现在的情况 如果他真的被叶星辰重创 那绝对很危险 别说妖魔圣人和无战了 就算其他神国的人 都有可能会宰了他 叶兄 你的实力已经配得上那块神尾碎片 刚才是我有些不对 在此向你道歉 十七皇子忽然开口说道 叶星辰压异地看向十七皇子 似乎没想到十七皇子居然还会跟他道歉 但是他很快就明白了 这是想要拉拢他 简然叶星辰所展现出来的实力 已经让十七皇子看到了叶星辰的价值 自然想要拉拢 叶兄 我还有事 就先走了 这几件圣兵材料 就当作是我刚才对你无礼的赔偿 十七皇子没等叶星辰开口 继续说道 并且扔过来几件圣兵材料 十七皇子客气了 叶星辰淡淡说道 他也不客气 直接收起了那几件圣兵材料 对方既然敢送 他自然敢手下 而且 十七皇子拉拢他 他也不介意和十七皇子合作 这样一来 在中央神国内 他就有个人可以去制衡九皇子 否则 以他和九皇子的那点恩怨 说不定以后还要面对九皇子的麻烦 呵呵 十七皇子看到叶星辰收下了他扔出去的圣兵材料 顿时笑了 这代表叶星辰愿意接受他的拉拢 旁边的九皇子也看到了这一幕 他的脸色更加阴沉了 因为如果十七皇子和叶星辰走到一起 对他的威胁就更大了 若是叶星辰将那块神尾碎片送给十七皇子 那么他就会被十七皇子彻底击败 再无缘争夺太子之位 叶兄 等出去后 我们再小聚一番 十七皇子说完瞥了不远处的九皇子一眼 淡淡道 至于这里的一切 我什么都不知道 说完 他就走了 九皇子闻言 脸色顿时一变 心中对十七皇子暗骂不已 他当然知道十七皇子这么说的险恶用心 这是想要借助叶星辰来杀他 当下 九皇子一脸警惕地看向叶星辰 并且操控着时光塔户在身前 他和十七皇子两人联手都不是叶星辰的对手 更别说现在只剩下他一个人了 第1470张大宝藏 看着不远处一脸如林大敌的九皇子 叶星辰感到无比畅快 脸上也露出得意的笑容 心想拧压的也有今天 不过他的确不敢在这里杀了九皇子 毕竟十七皇子虽然装着说不知道这里发生的一切 但叶星辰可不会把自己的小命交到十七皇子手中 至于说把两个皇子全都杀了叶星辰也不敢 谁知道这些皇子身上有没有中央神国的高手留下印记 他要是敢动手很难保证自己不被暴露 而他已经杀了雪衣神教的两个半生可不想再得罪中央神国 否则混沌大陆就真的没他的容身之处了 讲到这里 叶星辰冷冷瞥了不远处的九皇子一眼 淡淡说道 我劝你找个地方躲起来 免得死了还要连累我 与毕 叶星辰便踏空而去 这里动静太大了 谁知道那位妖魔圣人是否已经感应到了 饺子 先让你嚣张一段时间 你这个废人 终究无法成圣 待我成圣后 看你还敢不敢在我面前嚣张 九皇子咬牙切齿地望着叶星辰离去的背影 他决定这次回去之后 就立刻晋升圣人境界 不能再继续压制修位了 更何况 距离下一次混沌秘境开启 还不知道要多少年 他可没办法再继续压制下去 毕竟成圣之后 他还可以继续提升实力 这样压制修位很难再提升实力了 混沌界的生灵都该死 若非当年出了一个刀地 这片世界早就是我们妖魔界的了 在这座遗迹的某个地方 妖魔圣人一脚踏碎一个半生的脑袋 眼神猙獰的看着叶星辰他们大战的方向 那里的能量波动很剧烈 他不可能感应不到 秋 妖魔圣人当即朝着那个方向赶去 可惜等他赶去的时候 叶星辰他们早已经离开了 叶星辰离开之后 继续在这座遗迹内搜寻起来 刚才从南方神国三皇子那里得到一块神尾碎片 让他更加期待了 也许接下来还能遇到呢 最后几年的时间了 他可不想待在一个地方 毕竟下次他恐怕就无法再进入混沌秘境了 因为那个时候 他的混沌霸体肯定会达到50% 绝对可以肉身成圣 外界的圣人是无法进入混沌秘境的 虽然他已经得到了一块大荒五苑的身份令牌 可以不用通过中央神国就能进入混沌秘境 但以后恐怕也只能交给五毛鸡他们使用了 对了 这块神尾碎片对我现在没有用处 倒是可以送给鸡哥他们提升修为 叶星辰暗暗想到 他的修为已经达到了半圣境界 再用掉一块神尾碎片也只能继续待在半圣境界 没有超越真神级的材料 他是无法踏入圣人境界的 所以 从南方神国三皇子那里得到的神尾碎片 他准备送给五毛鸡等人 只要五毛鸡他们有人能够达到大天王巅峰 再使用这块神尾碎片 就能一举成圣 可以说 这东西使用好 就能给他们补天教增加一位圣人 在叶星辰暂时无法成圣的情况以下 一尊圣人的出现 足以让他们补天教积身圣地之列 实力大增 一 又是一座真神集阵法 在高空中飞行 叶星辰忽然探查到下面的山谷之中 隐藏着一座真神集阵法 他顿时有了兴趣 之前我就已经学习了一座真神集阵法 再加上这一座 也能增强我们补天教的底蕴 叶星辰觉得接下来的时间不多了 恐怕很难再遇到神尾碎片 不如就把时间放在这座真神集阵法上面吧 也不算太亏 只是 当叶星辰降临下去的时候 却发现这座真神集阵法已经被人给破开了 嗯 已经有人进去了吗 叶星辰神念探测着面前的这座真神集阵法 以他现在的阵法修为 自然一眼就看出来了 这座真神集阵法是被人用强力硬生生破开的 这在他看来 是蛮力破阵 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 而且 从阵法被破坏的情况来看 破阵的人应该进去没多久 进去看看 叶星辰现在是一高胆大 倒也不惧 直接进入阵法当中 阵法已经被人蛮力破开 叶星辰很轻松的就进入了其中 甚至他还打出一道道阵法符文 开始掌控这座阵法 这座阵法虽然被蛮力破开了 但是还能发挥出一部分威力 只要我将被破坏的地方稍稍修补一下就行了 叶星辰显得很谨慎 尽管他对自己现在的实力很自信 但也没有放过对这座真神集阵法的掌控 万一如果遇到他不敌的敌人 也能够操控这座阵法 甚至引爆这座阵法 从而重创敌人 反正这座真神集阵法是现成的 不用白不用 叶星辰一脸警惕地走进阵法 他还不知道里面的人是敌是友呢 阵法之内是一片巨大的空间 里面的建筑物已经倒塌了 毁坏严重 显然是经历过惨烈的战斗 而在其中一座巨大的椭圆形建筑物下面 传来几十股强大的气息 其中有八股气息达到了半盛层次 剩下的也都是大元帅级别 没想到这里面藏了这么多人 叶星辰感到惊讶 毕竟进入一季的人也就那么多 这里估计占据一小半了 叶星辰收敛自己的气息 朝着那座椭圆形的建筑物行去 距离的近一些 叶星辰听到了一些轰击的声音 以及一些谈论声 可恶 这阵法居然这么厉害 以我们的攻击力 恐怕无法在短短几年内将其攻破 废话 这是真神级的阵法 光是外面那座真神级阵法 我们都耗费了15年才将其击破 可是距离我们离开混沌秘境的时间 只有6年了 一旦时间到了 我们就只能离开了 我不甘心啊 这里面可是足足有17块神尾碎片啊 就算我们平分 也能一人分得一块神尾碎片 听到里面传来的对话 一星辰不由得瞪大了眼睛 满脸震惊之色 这里面竟然藏有17块神尾碎片 这简直是大宝藏啊 有20块神尾碎线 有20块神尾碎片 有20块神尾码